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区,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崎岖看世界 西伯利亚雪橇犬也被人们称为哈士奇 因为它们性格多变,有的非常男小,有的非常暴力 动不动就把家给拆了 再加上搞笑的表情,我们也叫它们尔哈 小伙伴们知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鸟类被称为鸟界哈士奇呢 这种鸟就是浑身黑不溜秋的乌鸦 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乌鸦是一种相当晦气的鸟类 出门时如果正好碰到乌鸦在附近盘旋 一天的好心情都被它给毁了 小区只能说,这个锅乌鸦背不动了,今天必须要为它证明 想必大家都听说过乌鸦扔石子喝水的故事 这个故事从侧面表明,乌鸦其实是一种智商很高的鸟类 有一些研究表明,它比最接近人类的大猩猩还要聪明 也就是说,除了人以外,乌鸦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生物之一 它们会进行推理,还拥有着超强的记忆力 乌鸦喝水不仅仅是预言故事 它们在现实世界里真的有能力做到 按道理说,乌鸦有这么一个好脑子应该说到人类的喜欢才对 就和很多喜欢耍小聪明的人一样 乌鸦并没有把自己的智慧用在正经地方 反而利用高智商去欺负其他同物 虽然乌鸦的主食是腐烂的肉类 但其实这种鸟类胃口非常好,一点都不调食 只要其他食物出现在它们面前 不管主人是谁,乌鸦会毫不犹豫地吃掉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乌鸦大摇大摆地把人家的晚餐消灭到 一些稍微胆小一点的动物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吞 它们面对这种流氓的动物实在没辙啊 并且乌鸦的作案手法十分的娴熟 很多受害者在事情结束后 还没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即使遇到了会反抗的动物 也会被乌鸦嗅一番智商的 很多网友觉得乌鸦这么做是迫于生存 有专家认为它们这类行为很大可能是为了找乐子 不管体型大小的动物 乌鸦都敢上前挑衅它们 它和啊哈一样动不动就像皮一下 就算是那些同样长了翅膀的大型猛亲 乌鸦也不担心对方会追上来 直接把人家的羽毛给求掉 它们还喜欢骑在别的动物头上 不管你多强只配给我当刺激 面对人类乌鸦也没有丝毫惧惧怕 在它们的认知中 自己才是天底下最强的存在 在日本的一些地方 乌鸦被视为有灵性的鸟 碰上它们的恶作剧 别说杀害驱赶都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它们也就越来越放肆 狂当人类都不敢招惹 小伙伴们有被乌鸦捉弄的经历吗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称作不易 喜欢想去的小伙伴 请点赞加关注哦